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我们用糯米来分享一个好吃的 准备300克糯米,倒入清水清洗干净 洗净后控干水分,倒入电房锅里 再倒入清水,摸个糯米一厘一厘就可以 按纸饭键将它煮熟 猪肉切成小块,倒进绞肉机里,绞成肉馅 肉馅里加入一勺生抽,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一点点胡椒粉 然后搅拌均匀,腌制15分钟 几个洗净的香菇切成片,再切成小丁 半根胡萝卜切成丁 半根头豆切成丁 锅里油热,把腌制好的肉馅加进去 翻炒均匀,炒到硬硬的小颗粒就可以了 再把香菇加进来翻炒,炒出香味 炒干水分,这样吃起来更香 然后把头豆和胡萝卜加进来,翻炒均匀 炒到头豆淡生就可以了 最后再加少许盐翻炒均匀 然后关火,把糯米饭加进来,翻炒均匀 到这一步就可以吃了 准备一些浑嫩皮 厨一张去来,包上炒好的糯米 像这样卷起来就可以了 用手轻轻捏一下两头,比做烧麦还简单 锅里放点油,油热后放入包好的糯米圈 中火煎两分钟左右 煎到底部为滑,倒入清水 没过糯米卷,相分之一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把水分收干 再准备两个鸡蛋打入碗中 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像这样我们的糯米卷就已经熟了 再把鸡蛋液倒进来 盖上盖子,小火焖到鸡蛋液凝固 最后再撒点熟芝麻和香醋点缀 营养又美味的早餐糯米卷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糯米卷,咬一口软糯咸香 加上蛋液和馄饨皮的酥脆 孩子也很爱吃 想吃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